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《风起洛阳》卖出国内大门,在日本播出后,颇受欢迎,真可谓是艺术无国界,粉丝无国界啊。 王一博在《风起洛阳》中饰演才华横溢的白李鸿逸,他的才华让人久久难以忘怀,也正是他的才华把李鸿逸捧到一个新高度,在剧中大展身手,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白李鸿逸,《风起洛阳》该部剧把悬疑、破案、友情、亲情、爱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,也正是这些元素的加入,给《风起洛阳》增加了很多可看度。 《风起洛阳》在日本播出 是演白李鸿逸,可谓是极才华与美貌与一体的完美之人啊。 王一博在日本能够得此殊荣,真的是可喜可贺啊。 通过日本粉丝的赞美,王一博的自家粉会不会追加一成,对王一博再次吹捧一番呢? 王一博在日本的欢迎度,王一博因为之前拍摄的陈情令就收获了一大波的樱花粉,再加上本次的《风起洛阳》,想必更是获取众多樱花粉的青睐啊。 从日本网友对《风起洛阳》的期待度来看,他们还是蛮认可中国文化的,大唐文化的底蕴和内涵在日本频繁输出,想必他们对此会有一个新的认知。 《风起洛阳》是以大唐文化为背景,全面展示出大唐盛景的壮阔,估计也与樱花粉的口味相吻合。 王一博在剧中的唐装扮箱,自带高冷,优雅,高贵的气质,可谓是一副才华横溢的翩翩少年姿态,也有古装仙子的半容,估计樱花粉看到后会被他的才华,美貌所吸引,好一个百里红翼,直接火到日本了。 王一博本身是洛阳人,出演《风起洛阳》更加能把家乡的文化底蕴,生动地演绎出来,他的出身地址也称得上是一个良好的权势标签。 王一博可谓是红遍了大江南北,让人望尘莫及。 作为国内艺人今天不断地磨练演技,严于绿脊,希望他今后越来越好,演技更上一层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